美式大運 中華隊一共進場九十面獎牌 而風光站上頒獎臺的背後 是反覆對抗低潮 壓力以及運動傷害 跆拳頭國手莊佳佳 因為右腳踝骨絲困擾 金牌戰沒能全力發揮 現在比賽結束了 日常生活還是有點頭痛 腳踝喔 目前就是走路還是會痛 賽前的時候是因為林醫師 他們有幫我做處置 然後可是賽後他又開始腫脹起來 莊佳佳退不退休 傷勢服務員的程度很關鍵 而本屆市大運同胞英雙一度擔心 沒能展現最佳身手的是桌球一節正義境 感謝醫療團隊的吸引照料 讓他把傷勢的影響盡可能降到最低 在備戰士大運期間因為訓練 然後肩膀抬不起來還好 剛好受期典禮的時候 林醫師有下來 馬上為我打針治療 這才讓我可以順利的參加比賽 我笑說我們這次26塊金牌 我們總共26位醫療 防護員跟物理治療師 對 那總共90面獎牌 9位對一共同扛起 對 我覺得這個資源真的是很重要 可以把選手照顧得好 中華隊國手們和對一之間 有時已經超越了醫病關係 而是一股安心支撐的力量 宇哲帥哥王子維也爆料 偶爾頭痛手痠 一定得找防護員處理一下才安心 因此大家除了肯定選手的成績之外 也別忘了醫療團隊這一群幕後功臣 我來提示消音超黃花君採訪報導